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修行门费 下面讲第十九个问题 现在开启修行门费 全论有十九个问题 今天是我们讲最后的问题 成千结合 与此身心 修行人应当 学习前辈修行之道 并对上师的窍诀 身心不疑 对上师的窍诀 身心不疑还是很重要的 首先对上师应该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上师讲的哉号 或者上师怎么样有窍诀的话 恐怕把它看着一般的语言来对待 这样的话相续当中是没有利益 因此通过各种途径 对上师生起信心 然后对上师的窍诀 始终应该对有关的佛经经论 相合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再次基础上修行其他的法门 就能使信心进一步会增强 首先对上师的窍诀和对上师的法门有信心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什么法都增加精神的 德日赵伯兄弟兄弟两层到中顿巴格西前听闻佛法 中顿巴仁波切因切地说道 据说在印度圣地佛法的入门方式唯有一种 以前印度的话 入门的这种方法唯有一种 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要听上师的窍诀 我们看密宗一些 比如说密宗八十四位大成就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密宗成就者的一些传记来看 很多都是一教奉行而获得成就的 而外道的话入门有七种方法 不知道可能是七种苦心 然后有各种 外道有各种各样的修行法 外道有七种法 我们应当修持上师的窍诀 我们佛教唯有一种 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要听上师的窍诀 什么是窍诀呢 就是数数地修习死亡无常也因果 实际上上师的教训就是要看大圆满前行一道分 就是求了这个一分 就没有什么 我想很多人问我上师我要修什么什么法 我说你们好好看《入菩萨行乐》和《大圆满前行》 其实我的窍诀已经讲完了 我可能是个好上师 因为他下面只讲了 什么是窍诀呢 就是要数数地观死亡无常也因果 可能《轮回的过患》和还有什么 因果不是因果不虚 是寿命 《下满难断》 这个没有说 并受持清净的戒律 总统本认为四个共同加行里面 这两个可能不太很重要 《下满难断》和还有受持清净的戒律 坚定不移地修持慈悲菩提心 以及其他为前提而引发的各种行为 并积累资粮 净除罪障 这就是窍诀 后面可能是发菩提心 然后发菩提心以后积累资粮 积累资粮是修曼刹罗 净除罪障的话 修金刚萨埵 意思就是说 上师的窍诀只有看大圆门前行 大圆门前行正是一生当中成佛 后面华智仁波学的经文当中也讲了 他们实修办说 我们可不可以讲大圆门加行 我说是非常好 如果你们能讲的话 这个是按理来讲的话 每年都我们听一遍 每年都是有这样听的话 可能以后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这个学院有时候学的特别多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讲过两三年了 他当时首先说是 每年春天的时候也讲一次 但后来可能我们学院的人也越来越多 后来就没有成功 按理来讲的话 我们的传承也非常清净 尤其是《大圆门前行时》 大多数人来讲是上师如意宝亲口传了 最后一个圆满的法就是成了《大圆门前行引导文》 因此对我们来讲 这个法还是非常殊胜的窍诀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窍诀 但总的来讲 里面的一些 当然你详细分析的话 哪天有个美国的道友给我打电话说 我对西方人不敢讲轮回的过患 轮回的过患 低约的很多痛苦 美国的人是不太喜欢听 所以我就不想给他们讲 我说不喜欢听的人不讲 那不讲的话 那可能不行的 不管法里面说什么是应该讲 不不不 我不想讲 我只给他们讲一个数名无常 不讲轮回的过患 不让他们不想听 他们是不喜欢痛苦的 很喜欢快乐的 但是这样说 但你喜欢快乐也是实际上造恶业的话 恐怕是不厌世的 所以不管是别人这么说 我们《大圆门前行》作为我们众生的 真正的上师窍诀来对待的话 这就是非常殊胜的法 然而沃斯加作法师也是向尊者 刚才那个尊者中东 他也是祈求教言的时候 尊者回到的也是如出一致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的不用也可以吧 就是如出一致就可以吧 也是同样的回答吧 同样的回答 也是如此的没有也可以吧 你们看一下 看文化上 另外康巴华巴将离开自己 曾向敦巴仁波切掏脚 仁波切也回答说 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说敦巴仁波切 我要回去了 我现在家里和寺院里面的事情特别多 你可不可以现在给我讲一个最殊胜的 你一辈子当中最殊胜的家法传给我吧 我一直这么多年了 今天我要离开 我心也是很伤心的 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 上师 你可不可以给我传一个最殊胜的法 然后 总统帮给他传了这个殊胜的法 说是行足作恶 知识都应当取笑于禅定 行足作恶的时候 经常心来灌自己的心 在庭里崇派的青年时代 就应该抓住事迹 培养 修炼自己的身心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可能就成了糊涂糊涂了 这个之前的话 尤其是你身体各方面就比较充沛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修炼自己的心 修炼自己的身体 不要太脆弱 实在没办法倒下去的时候就没办法 这个之前的话 稍微遇到一点点违缘和痛苦的时候 不行了今天 这样的话 我都这样想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脆弱的话 去年 前年遇到了很多修行上的违缘 可能现在的违法的机会 大家都不一定是有的 但是不管这么 你身体实在是倒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欲界的 游漏的这种四大组成的 所以肯定自己都是没办法 不要说是我们以前很多高僧大大也是 最后人老了 或者是身体生病的时候实在没办法 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自己以小小的一个因缘 阿罗汉有的是有 阿罗汉有时候退世的时候 我看后面在交对的时候 有些阿罗汉遇到小小的违缘 然后就马上退世过 这叫做退法阿罗汉 有些小小的违缘不能退 大的违缘方面可以退 所以阿罗汉都有的话 我们凡夫人一定不退 当然有一点困难的 但是一般来讲 大家还是坚强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世间当中 没有一个坚强的话 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不同的这个 别人看起来 我这个人是很痛苦的 别人都是很快乐的 很顺利的 但不管是上至大法座上的 下至乞丐以上的话 所有的人都有自身的一些痛苦和违缘 只要不坚强的话 都不行 因此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心 修行上师的窍诀 什么是窍诀呢 就是多多地修行 死亡无常也因果 这个跟前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就是中东伯呢 可能是他遇到那个上师的话 那个弟子的话 都是要求他们 就是这样就是 并数字清净的戒律 坚定不悦的 修持慈悲菩提心 以及其所引发的积累种种资粮 他这里前面是这个 不是说种种资粮 在文当中是出了什么种种资粮啊 就是几个语句有点点不相同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就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中东伯呢 我在这样想就是 可能这个经常遇到那一个弟子的话呢 就要让他好好地修加行 可能这个意思 就是好好地教他们修 然后你们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呢 就刚开始的时候不知所作 就是现在什么都不懂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问我现在就是 虽然皈依了 但是我现在不懂学什么法呢 我想是你们最好还是给他提一个建议 把大圆满前行好好看的话呢 就是如果真正把里面的道理懂的话 你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了 所以中东伯也是当时所讲的内容 就是这些窍诀 就是引发积累几种 净除种种罪障 这就是所谓的窍诀 这是藏文当中也稍微有一点出入 其他他的愿化都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不得尊者也云 如你思维复功德 归于三宝 如佛道 就是首先如你思维的我们这个 佛陀的大慈大悲的功德 尤其是我们《百年化传》当中的话呢 就是讲了很多的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功德是归根基地 是什么 种的归纳起来是什么呢 就是利他种 就是佛陀呢 并没有在《百年化》当中呢 就是修什么生气之地 圆满之地 或者是修什么其他的这个 造什么建筑啊 搞什么宣传啊 就这些都是并没有造 佛陀的成佛的途径并不是这样的 唯一的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话呢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他也是去利益众生 这就是我们佛陀的功德 因此作为我们佛陀的随顺者的话 还是在自相续当中是 应该是以悲戴众 一直什么信誓 这个很重要的 以悲戏来观戴众生 以智慧来行持信誓 做事情 就是这个极为的重要 应该如果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在世俗当中 以大悲心来观戴众生 然后以智来行持的话 那世俗当中也是具足一切 然后生意当中 智悲双云当然是显空双云的究竟秒之了 不用说了 他这里 他说上面所讲的这些教言吧 这些我不一一的解释也大家都比如说 那么这个他叶丰传 叶丰传的义足 叶丰传有两种解释方法 一个下面有一种民间的故事来宣说 这也是叫做叶丰传义足 也可以说 或者当时佛陀瓦要接近圆寂的时候 留下了这个教言 意思就是让三相的风传到我的义足 以后如果人们要听我的教言的话 他以风传来的 风传的范围比较广的 那么传来的义足就是这样 就像五诸菩萨和一些不得瓦格西 他们死的时候也再没有什么义足了 让你们好好地 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修制 这就是我的义足 可能有两方面来解释 周冠巴大师也是诞道自如的 就这样说道 自处 我当作家人所修之百法 三尊四续部外 四续外 别无诸修舍 无上知之思想 当修此间道 就是说我们这些 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就是修行人的话 除了三尊四续部以外 就是再没有别的修法 但是三尊四续部的修行的道次第的话 从无常到修到 首先从无常开始修 最后就是指导真无实相 真无实相 这就是我们的道次第 这个显宗和密宗都是这样的 显宗 比如说中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 也是根据阿底下尊者的菩提道具论而讲的 显宗到密宗的最究竟就是从无常到最后修到真无实相 我们这个尼玛巴的话也是道次第论 就是大圆满信心虚习大吃素 但是这个也是应该从无常到最后真无实相之间 就是他的道次第 除了这个以外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没有别的了 就是诸位修士一定要激情的意思 聂悟瑟巴仁波切也是曾单粹地说过 他单粹地说道 我常为龙曲蒙曲弥足思 依旧现行的方式感到还少 就是说是以前他有些农夫和密宗师 他用旧的现行供养 但是他觉得是他的这种 他这样的现行供养的方式有点羞耻 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当时可能他的动作和行为是有点激动 他说是南美白密宗师饮旧前现行事 他就现行供养 这个我们大家都说 口中众师年年有词的 就是说是 请三宝相用 请护法身相用 请三世父母相用 请路到众生相用 其他再没有什么剩下吧 他就现行供养的时候 就是全部都相用了 然后后来路到众生也要相用 再没有什么吧 好像他的预期当中 什么都已经包括了 再其他没有什么吧 他自己心满意足地认为 再没有什么是有这种同样的道理 据到阿底下尊者的菩提道次第制法中 才是真正的讲死许三藏的所有法也无不涵盖 所以刚才那个农夫所说的 就是密宗师所说的一样的 就是他把所有的先行供养完 再没有什么 路到众生以外再没有什么吧 就是他这样讲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据到阿底下尊者的这个道次第论当中的话 真正这个死许三藏的这个法要 全部都已经没有一个不涵盖的 全部已经包括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菩提道具论 菩提道具论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想的就是特别多 有时候我想是方便的话 那就是也想给大家这个传一下 但是因为菩提道具论是六十八个颂词 以前有这个汉文的可能有三个翻译 法尊法词也翻译过 如实法词也翻译过 但是如实翻译的我觉得是最满意的 就是我所有这个 我以前去那个什么 大概是在很早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国外 就是我就请了一个法本 就是当时都很想讲 但是一直没有讲 他多都是不是多 就是但在藏传佛教当中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论点 因为宗喀巴大师也是依靠菩提道具论 就是造两大论 就是菩提道具论和密宗道具论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论点 也许可能我们把这个 修行门法讲完了以后再讲一个菩提道具论 但是我好像有时候感觉是 我就现在变成戈鲁洛派一样 就是今天讲扎嘎上法 明天讲开启修行门法 再讲什么菩提道具论 自众的大圆满一点都不讲 就是觉得是有点不像戈鲁钦巴的儿子 就是有点感觉有点惭愧 就是说一说 当然这个戈鲁洛派的讲法是非常好 但是呢 始终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应该要这个头劳清晰 就是 所以呢 就是他当时这个阿底下尊者也是这样这样的 因此尊者为我们这个配好呢 就是这几 配好呢就是这几 什么这个灵丹妙药 诸位至少也是应当享用少许 就是这个要求我们这个尊者的话 给我们就是弄了很好的这个药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诸位的话呢 还是要好好地这个吃一点这个上面所讲的 阿底下尊者的这个教言 就是其实这个元气还是很好的 就是因为我昨天刚想那个 要不要就是讲那个 而且呢 也得了一个很好的最近的一个传承 就是但结果今天这里也是讲了 就是最好的药 我们服用之后呢 就是切记恶徒就是 我们这个就比如说你修了这个法 就是扎盖山法里面也是 其实把这个公案就已经就讲过 就是已经用过 然后这个你享用以后的话呢 就是最好不要这个殴托 就是我们这个修山法也是这样的 修任何法呢 你这个用了以后 有些呢就是可能生邪见 就是马上就吐了 把法本的这个 法本的就是送给这个上师和道友了 我就离开了 我要学这个什么 这些一个净土宗 这说明呢就是他把以前学的全部都吐了 就是这个药都已经吐了 药吐完了以后呢那就没办法了 就是这个人很可怜的 真的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会不会有这样 有点害怕就是有时候呢 穿密法就是很多方面执着比较大 有些人呢就是他就学了一段时间 学了一段时间然后特别特别的愚痴 就哎 现在学不下去了 把这个密宗的法本也是交给上师呢 交给道友了 我去换树了 我去显宗了 这说明这个药呢就是已经吐完了 就是很可怜的 药已经吐的话呢就是那就不行的 给很多金刚道友的添很多麻烦就是 然后药也不吃 水也不喝就是 那就是一个世间人的恐怖主义的一个绝食反对 就是这样肯定不行的 所有的金刚道友一定要配合吃药 一定要配合吃饭就是 有些病人就是不要就是自己就是 如果精神有问题就是情有可怨 大家都会理解 但是没有这样的话呢 在男众和女众当中以前也是经常出现就是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很好 比如说我的话呢就是我每天都是尽量的吃药就是 不管怎么的这个肉身就是能为之多重 还是别人对我好心好意的话呢 就是这个道友给我一个药 那个道友给一个 反正全部都吃就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每天都吃的很多 说是这个也很好就是就那个也吃 那个也吃 反正也许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也许里面冲突也不知道 反正一直吃 所以你们个别道友 我看有些人说是现在不吃药啊 就是什么有各种说的就有说法 就这样不好 就是好好的还是吃药喝水 如果实在不行 身体就离开的时候 也是很平静的状态当中 离开这个世间的话呢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修行的这种标志 如果有兔的这种征兆的话呢 就是通过对他涂口水啊 就是吹气啊 或者是用灵病的超市的石头呢 就是晕在这个晕铁在他的身体上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涂的 就是有些人准备舍弃密法 舍弃菩提道次第的法药的时候呢 就给他旁边把他的头发 我们很多出家人的头发都没有 就是把耳朵吧 就是真的有些人把这个密法 就是有些妙药呢 准备舍弃的时候呢 旁边的道友应该帮助他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的话呢很可怕的 就是应该让他不要这样吐了 不然这个药是特别好 就是这个要吐了 那就你的病肯定治不好的 如果现在还会成富庸 也要为了方便 以后随时享用 如果他还会这样的话呢 而时刻吹在这个油海 就是我们这个 一般这是可能阿底下 这是阿底下 阿底下可能也是 按藏族人的那种服装来衡量的吧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般藏族人有什么东西 就是吹在这个左边的左海 就是好一点 有害的话呢 就是这边那个灵子就不太很方便的 就是这样吹在里面的话 右手拿出来的时候很方便 然后害怕飙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再把放在那个嘴里面 如果担心起死了 最好是把治愈坏地就是 就是意思呢 如果你想舍弃密法 舍弃一些上师的窍诀的时候呢 再三地用正知正念来 如果或者是忘了 忘了的时候呢 就是再三地看这个书 就是马上要记清楚再次的 就是所以它这里有很多的隐含意义 就是隐含意义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程文字幕志愿者 杨栎提供 感谢观看